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滑稽系72家房客中亲切的生活气息也在这里扑面而来 这就是曾经领先户上拥有近百年历史的民居建筑龙昌公寓 作为上海乃至全国最先使用煤气和自来水电梯的住处 当年可谓是时髦又豪华 走进龙昌路362号 一个不起眼的小门 强烈的视觉冲击令人感叹 好像身在电影当中 龙昌公寓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 据说是英国人设计的 出名格兰路寻补房 是公共租借寻补房的办公地点 整个公寓呈回字形 如同一座古罗马斗手厂式的圆筒形建筑 中间是宽敞的院子 被周边呈土灰色的楼房回形围住 站在院子中观望 形如坐井观天的青蛙 在云迷雾所的阴天过来 的确有一点悬疑片的内卫 但如果是风和日丽的晴天 阳光切换着明暗不定的进入层次 公寓里的晾衣杆 稀稀拉拉布满整个院子 竹竿上挑着床背和衣服 如同五颜六色的旗帜 偶尔头顶上有鸽子飞过 操着老航道的人们叫卖声叠起 大院依旧成为人们 闲暇式聊天的场所 和孩子们平日奔跑兮兮的乐园 粗略看来 这里群居着大约250多家住户 1945年以后 巡捕房南侧改为 杨浦区公安分局办公场所 隆昌公寓则称为 公安分局职工宿舍 因为租金低廉 地理位置优越 后来又有许多人陆续住了进去 人口才逐渐的繁盛起来 公寓南北两侧 设有双排两米多宽的楼梯 是整座大楼的主要支撑点 也是居民们的主要出行通道 被称为白扶梯 夜里伴有灯光 东西处的两个扶梯 称为黑扶梯 较为窄小 也没有灯光照明 而古旧的链条电梯 早已经封锁了 每层楼都有一条 长长的楼道相通 犹如几条蜿蜒的巨龙 贯穿的走廊 将大小不一 如同笼子般的住家串起 屋与屋的间隙很小 密密麻麻的排列着 就连公共厕所都急剧年代感 门口洗衣酒水日用品的手写广告 还有私家搭在走廊里的小厨房 小淋浴间 绿植鸟笼贴话 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生活情调 无浓软语时常在走廊间响起 上海人独特的邻里感情 需要在生活中慢慢体会 而当你进入角色 窝居在麻雀脏腑般的房间里 听到楼梯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或许还真有一点悬疑片的氛围 由于其独特的历史作用和价值 龙昌公寓于2004年被归为不可移动文物 和龙昌公寓同样是影视剧欢迎的 就是几公里外的河滨大楼 近年来电视剧《我的前半生》 《我居》30而已都曾经在这里取景 其实早在1945年以后 美国哥伦比亚影业公司 米高美影业公司 美国电影协会 连美影片公司等影业机构 都租用过这个公寓设立机构 当时的好莱坞八大公司 只有派拉蒙和20世纪福克斯公司 这两家在上海没有入住过河滨大楼 这里就像是美国电影业协会的中国分会 河滨大楼在1935年竣工 是苏州河最早的水井公寓 由新沙逊洋行投资 公和洋行设计 新生营造厂建造 钢混结构八层 现在是十一层 坐北朝南 现代主义风格的美式公寓 依据不规则的地形 平面做连续S型布置 不仅与沙逊洋行的 第一个英文字母相吻合 也解决了大楼地处一块 东宽西窄的狭窄地带 设计中比较难处理的 通风采光问题 墙体采用了大块防火石棉砖 内部和楼道之间 均敷射了硬木细条拼花地板 沿河立面 通过内阳台与开小窗的墙面 形成了虚实对比 大楼落成以后 入住套间的基本上全是欧美侨民 也有少部分华人 其中既有李鸿章的外孙 也有黄金荣的孙女 但在813松户抗战发生以后 欧美侨民感觉到 居住在苏州和北岸已不安全 大楼里面的办事机构和人员便撤离 沙迅同意将大楼借给犹太社团 作为安排犹太难民的过渡站 经过生死一劫的犹太难民逃离欧洲 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地方 受到上海市民的欢迎 这座包容的城市张开双臂 给予他们家的温暖 是保护他们的围城 也是颠沛流离下舒适宜然的避风港 河滨大楼的三到七层都有一段 梅味合用居住区 居住在这里的居民说 这里每一户面积仅4.5平方米 近20户人家共用两个小厕所间 合用水斗和厨房间 这种72家房客的旧礼形态 让这栋老建筑成为了网红打卡点 经常有游客慕名前来 河滨大楼里的人事命运 如同这座城市的一个缩影 喧嚣和自省 清醒和独立 在上海的历史文脉中 传递着默默温情 拥有世纪高龄的老房子们 在摩登都市中的一语 平平淡淡却人间真实 就像我们每日都会碰上的场景 家人闲坐 灯火可亲 他们或许有一些陈旧 困在其中逼则狭小 但是在这一方天地中 却也吹烟鸟鸟 温暖过好几代人 他们并没有被时间摧毁 他们见过四季变化 独定从容的和现代化的城市 一起迎接朝阳